疫情以前去這個竹地市場 那你知道以前竹地市場 你去那種很夯的那種 生魚片的店 你都要排隊的 我們當時就排了一間場外的店 然後那間店就是從一開門 你就要趕快去排隊 你從開始開門 開始到你吃到 大概最少都要排一個小時 於是我就跟我爸排 對 排了一個小時之後 終於也吃到 超級過癮 每個瘦刺都比這個手掌還要大 就超級過癮 對 然後呢 好 那是酒菜盒 鐵板銷流 手指都這麼大一個 修司 太大了吧 對 比面也那麼大 反正就是我們就覺得 真的這間店太讚了 太滿意了 出來之後呢 我媽就先出去 因為門口又是這樣大排場 我媽就先出去 我就結帳 結帳完之後呢 我就看了一下那個單子 然後我就跟我媽會合 然後就邊走邊念合 就說 那個 我們啤酒是點小杯 不是點大杯 然後一杯呢 多了三百塊 兩杯就多算了六百塊 也就是六百日幣吧 六百日幣 然後我就這樣 我也沒有 我就跟我媽講 好像多算錢耶 幫我們小杯算大杯 我只是無心的 但是聽者就非常的有意 我媽呢 就是那種非常節儉的人 她就是會覺得 今天吃什麼啊 就是她都要斤斤計較 資助計較 交通費什麼 她聽到我們會多收了六百塊 她就 她就點到她的缺點 台幣才一百多塊耶 對 台幣一百多塊 她就覺得這不是她該出的錢 對 這不是她該出 她知道六百塊日幣 不是呢 她就抓狂 她毛就豎起來 就跟我說走 我們現在回去 逃回來 對 跟她逃回來 我就說不要了吧 我們等一下還有行程 才六百塊 一百多塊台幣 我們走了吧 我媽說不行 她多算錢 她怎麼可以多算我們的錢 看我們出貨客欺負我們是不是 她就硬抓著我回去 然後我們要越過 長長的人囉 就是 撥開 對 撥開長的人囉 過一百多元 進到那個裡面 去跟她講 但是因為語言不通嘛 我們就用這個 很破的英文跟日文交雜 然後跟她說 多算錢這樣子 然後請她 對 我媽就跟她說 請她退給我們 然後我真的就覺得超級丟臉 那別人就不認帳 那個店家就不認帳 她就覺得說 你們已經走出去了 而且我們現在人很多 你們已經走出去了 我們沒有算你們錢 妳不應該 這是妳造成的恐慌 對 然後我媽就 非常堅持就請 就跟她 就是跟她在那邊吵架 叫她就是退我們錢 就是把錢拿來 就是 然後對方就越來越兇 旁邊排隊很多台灣人 然後我們大家吵 很多人就是過來問說 我的天啊 是芳魚耶 你看 對 然後是芳魚嗎 貪小便宜耶 然後沒辦法 問一個 因為台灣人嘛 我只得跟他們解釋一次 一個來問就解釋一次 說她多說我們六百什麼 然後路人就 排隊人就說 要不要我們幫妳逃回來 什麼的 然後我媽就跟她在那邊吵架 在前面吵架 她不還就是不還 而且她要把我們趕走 就是因為她要做生意 她要把我們趕走 然後我媽就跑出來 跟那一整條人籠的人說 這家的黑店啦 就是亂賺錢啦 亂灌單啦 妳大嘴巴 妳媽媽也大嘴巴耶 對 她就是要 污蔑這家店 就是因為他們不還錢 六百元 他們不還錢 然後我媽就很深 就在門口 然後我就看到 接下來主要認出 妳方芳魚耶 現在我就看到後面 很多人拿著手機在拍 然後真的就超級無敵 丟臉 然後最後呢 店家出來 然後就是幫我們這樣背 然後幫我們 打開阿樂 麻煩吧 對 很不開心的耶 很不開心的離開 我們就是背 然後重點是旁邊這麼多人 然後大家都在 還用手機在拍 好丟臉喔 然後你知道我們等一下呢 還有這個 銀座的Dior的下午茶 然後那個下午茶呢 是請日本朋友 特別幫我們訂的 就因為這樣一鬧 我們呢 是訂下午兩點鐘 可是呢 吵完從那邊離開 被趕走 已經是下午兩點 等於是我們沒有辦法 再去我們接下來的那個 Dior下午茶 然後害得我朋友也被 就是列為黑名單 因為你no show嘛 回到台灣之後 你知道疫情不是三年 不能出國嘛 對 這件事情 在我媽心中 一直環繞著 無法抹去 她只要呢 遇到任何要去日本的人 就跟我說 妳不要去那族地吃 那壽司 她的陰影 騙錢的 而且呢 花不來 真的花不來 竹地都是江戶人 也別開了 不要去 每一個呢 都講一遍 就是竹地都是江戶人 你們吃壽司 不要去竹地 然後真的 她心裡的陰影 沒辦法抹去 是因為妳的那個 對 然後我們現在 疫情開放 要帶她去日本 她死都不去 她就覺得 日本是一個不好的地方 會騙人家錢 然後她覺得 這個六百塊呢 拿不回來 是她人生中的汙點 心中的痛